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兜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在關西這個區域算是蠻有名國區規模的手套店 它叫做Michi Sports 看一下它的招牌 它總共是兩層樓的建築物 好,等一下就跟我進去啦 基本上手套的庫存量也是非常的多 好,現在就來稍微帶大家來導覽一下 基本上它這邊的手套是用手套的位置 用手套的顏色去區分它的擺放這樣子 看到,它這邊是以深色的黑色 還有深藍色 還有棕色為主 品牌的話也是非常的齊全啦 大品牌也金融我們ZET、WILLSON 還有其他小品牌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FIRES、SHOWPLAY、SANAX 也是一應俱全 還有YGS 這邊都看得到 然後我們再往前走 這邊就是一些其他顏色 像栗子色啊 橘色、萊姆色 他們就是以照他們的顏色來做擺放的樣子 把鏡頭拉遠一點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褲子的量子非常多 另外就是奶油色的手套 其實在日本 目前還是蠻熱門的 所以其實蠻多 店家也會把奶油色 獨立成另外一個區域這樣子 這邊 實際上目前我這邊還是內野的手套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TEPEN YS也有 還有SLAGA 還有這個DBIAM 再往這邊走 這個黑色的部分 我們這邊來到了 是外野的區域 外野的區域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庫存量 其實上面的架子 已經有點放到 不是很夠放 所以 它其實店家在下面這邊 也是盡可能的放置 盡可能放置很多的手套 來讓大家可以自由的 試袋這樣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直接把它拿出來試袋 然後這邊是 橘色 紅色 黃色 萊姆色 這外野手套的擺放 那這邊都是以印式的為主啦 它的軟硬色呢 其實是分開擺放 那我剛才也有提到說 其實他們的奶油色還是蠻熱門的 所以這邊 就還是有一區是奶油色的外野 是不是非常的狀態 接下來呢 這邊就是投手的區域 那如果你是投手 你覺得在台灣 不是很好找到你想要的手套的話 我覺得來這邊也是蠻適合的啦 因為通常日本專業的幫人手套店啊 他們投手 其實會提供你不少的選擇 像台灣的話呢 像它都自己的店 其實投手選擇 算是也不少啦 可是應該還是沒有這一多 這邊的品牌跟 造型跟 顏色 其實都是比台灣豐富的 非常的多 看一下 來 這邊也是 成都國所說 奶油色也是給他獨立一區 這邊就是硬式的投手奶油色的分類 然後再往這邊走呢 這邊是左頭的 投手的區域 也是很多可以選 接下來這邊後面呢 這邊是以一雷手為主啦 除了一雷手之外 其實也有 這邊是反手的外野 然後這一區呢 是因斯德補手 其實可以選的 一斗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球有來到這邊 也不用覺得不好意思 其實 你有興趣的時候 你就直接從塑膠袋裡面 拿出來試單盾 那你如果說 有不太理解的地方呢 你可以直接 問他們的店員 結果他都有所知 他們的店員其實都是蠻專業的 好像有一兩位 之前還打過家職員 這邊就是他們的印式手套為主啦 那我們等一下再帶大家看一看 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其他的商品的區域 做個間段的介紹 我們看完了剛才印式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以卵式為主啦 這邊擺放的全部都是卵式手套 那其實因為 卵式手套在日本的市場 其實也是非常的大 甚至是超過印式手套 所以 如果是一個 有規模的店家的話 通常 卵式手套的選擇性 也會非常的多 像這邊就看得到 其實也是不太熟印式手套的 也是各種品牌 靈狼滿目 你都看得到 美金龍 Zat Wilson SSK Rollins Xanax 各種品牌 在這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喔 來這邊是卵式頭手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 前面就是卵式的內野 基本上也是按照 手背位置來做分類這樣子 可以看得蠻清楚的 然後這一區呢 是左頭 然後下面這邊是內野的卵式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球棒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區也是 手套 這邊的話 就是頭、手、內野、外野都有 那基本上 別的選擇也是非常的多 不然零能玩過啦 那對面這一側呢 就是 台灣大家比較沒興趣的 就是黑色跟 白色的夾子圓的頂鞋 這一區 我們超超帶過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呢 主要是他們的球棒的部分 大概這邊是 合成的竹棒 應該是屬於練習用吧 然後這一區呢 就是硬式的木棒啦 選擇的就是 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 日本品牌的球棒 目前在台灣 應該是屬於 不算是太主流啦 目前我們台灣的市場 還是以美國的 木製球棒為主 以美國製品或加拿大製品牌為主 好 這就是他一樓 大致上的 商品的 擺放區域 這邊開始呢 就是他們的Junior 就是小朋友的手套啦 這邊小朋友的手套 其實 可以選擇的 總類數量品牌 是非常 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說 你有帶小孩 來 給本身 賈志明球場看球的話 因為本身 賈志明球場 以這邊也不遠 所以 我是會很強烈 建議你們可以 一起過來這邊看看手套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也一起帶來 因為他們這邊 其實小朋友的手套 可以選擇的 品項真的比台灣多 太多了 阿動目前的店裡 大概 頂多也只有 大概四幾二十個 小朋友的手套 但是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選擇 光一個顏色 可以選擇的 數量呢 可能就 超過三四十卡吧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你們 如果有來日本玩 在家子園這邊看球的話 順便過來 買個手套 應該會是 非常好的體驗 這樣子 也算是 作為自己 來日本玩的旅程 一個回憶的記憶點 你看到 非常的多吧 品牌鈴鐺滿目 不輸給 一樓大人的 硬勢的區域 不管你是正手 反手 這邊都是有 很多的選擇 那這邊呢 還有一些是 Sofotball 就是他們的 雷球的 專用的手套 那也有小朋友的球棒 然後還有蠻多 裝備帶的 好 小朋友戴機手套 來這邊就是 小朋友少年用的 打機手套 這個選擇性 真的比台灣多太多了 強烈建議你們 來 可以過來逛逛 然後還有小朋友專用的 幫唇淚衣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區的介紹啊 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呢 那我真的強烈建議你們 有來日本的話 不必過來看看喔 小朋友們 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阿豆的影片 也請你幫阿豆點讚 分享跟訂閱阿豆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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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拍照 用開箱 吧 用開箱